看了我们双11推荐视频的同学应该都对Redmi这个品牌印象很深 在2500-4500元的价位段 它的上榜率真的不低啊 不仅价格不贵 机器还挺有特色的 最明显的就是屏幕面板素质 吹得夸张一点 说它秒杀同价位的产品也不为过 在Intel新老处理器交替之际 它们居然发布了新版的RedmiBook 16 我印象里 这家公司已经好些日子没有更新过这个产品线了 拿到这台机器的时候 有一种又熟悉又陌生的感觉 那么这台电脑表现如何 明年618推荐榜里会出现它的身影吗? 我们来测测看就知道了 照例先来看一下它的配置 由于Intel的新处理器还没上市 CPU必然是13代酷睿了 型号是i5-13500H 四大8小16线程 内存是16GB 版载不可更换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内存是LPDDR5 6400MHz高频的 同价位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SSD是1TB容量的长江存储PC300 支持PCIe 4.0x4 屏幕是一块2560×1600分辨率 120Hz可变刷新率的IPS屏 标称400nit亮度 以及100%sRGB色域 它的参考价格……我们录视频的时候还没有发布啊 大家看了发布会可以把你觉得价格是否合理打在弹幕上 这次我们依旧从外观开始讲起 以前的Redmi数字系列我印象比较深刻 是因为做了窄片框的设计 机器看起来是长条形的 这次数字系列回归之后变成了16-10的屏幕 机身的比例也正常了不少 整机采用了金属材质 机身质感比之前的数字系列要好 但是相比定位更高的Pro要略差 A面是大大的Redmi logo 单独做了金面处理 看起来比原本的喷涂工艺要精致很多 机器支持单手开合且支持180度开合 转转的阻尼调的还是不错的 相比之前要偏松一些 但是屏幕晃动不明显 避免是一块16英寸的大屏幕 边框质感处理的比较细腻 并且在屏幕底部采用了外壳一体成型 相比分体塑料刚性更好 屏幕保护也更好 C面键盘是标准的米式布局 方向键是全高大小 但是没有数字小键盘比较难受 好在开机键独立在了键盘区外支持指纹识别 这点确实好评啊 触控板就平平无奇了 理论上面积可以再大一些 但是现在都显得比较普通 按压反馈偏软 手感应般 右掌托上有一个Intel Evo的贴纸 证明这台电脑通过了Intel Evo认证 Intel Evo认证是一项内含25项任务 200个测试和150项认证指标的验证考验 是一项确保笔记本使用体验的标准 地面上方是长脚垫 中间有进风格山 面积适中 摸到这台电脑 我感觉它的细节处理得比之前的数字系列更加到位了 特别是机身边框采用了180度弯折处理柔化过渡 刚性好且不容易割手 但是对比CNC一体成型的Pro15它的质感会略微降低一些 可能这也是为了区分定位做出的取舍 而重量方面 1.67kg的机身比Pro系列会更轻100g 机身厚度也控制在了16.2-17.4mm 看起来会比Pro更薄一些 作为一台16英寸的产品 便携性比大多数同类产品更好一些 适配器部分 100W的PD两段式两角淡滑加适配器 同时适配小米手机的55W快充 这个成绩还是很足的 以前调侃说带手机出门不能给iPhone充电 现在好了 iPhone也是C口 真就实现了一个充电器全部都能充 接口部分 1C加上3A加上HDMI的组合看起来还不错 就是C口被适配器占用了 再加上一个口是USB2.0 所以实际留给外接硬盘的就只有两个USB5G的A口 如果能多一个C口的话 布局会更合理一些 看完了外观部分 我们来看看屏幕表现 这台机器的屏幕面板来自京东方 型号是这个 实测 色域容积为107.2%的sRGB 色域覆盖为99.6%的sRGB 在小米电脑管家的显示设置里有色彩风格的切换 原色状态下 平均DeltaE0.71 最大3.24 切换了sRGB模式下 整体表现接近 平均偏差稍微大了一些 最大偏差变小 实测 最大亮度521.8nit 这个亮度表现算是继承了Pro15的传统了 遇到稍微亮一点的场景也能看清楚屏幕 响应时间方面 黑白8.6ms 灰接13ms 这 说它是一块电竞屏也不为过啊 总体来看 这块屏幕的素质在全能本领表现不错 高亮度 低响应时间 色域覆盖权 色润准确 基本上是全能本领综合体验最好的几个面板之一了 屏幕素质这么好 那用途呢? 这就不得不提到新版的小米澎湃质联了 相比之前的小米互联 新版的澎湃质联在五感互联上做了不小的改进 硬件协同能力和内容流转能力都有提升 无需过多折腾 我们用这台小米14跟触控版一碰 就能实现快速连接 交互体验比之前进步太多了 当然 相关的互联功能也得到了完善 我们体验了其中几个 最简单的像是妙想桌面 用电脑操控手机 不用碰手机也能操作手机启动原神 通话协同 手机放一边也能在电脑上提示来电 不用担心漏接电话了 并且来电还能使用电脑端接通 跨设备的相机协同 还能让电脑把手机相机充当视频通话的摄像头 会中可以灵活移动 满足各种拍摄视角 体验了一圈下来 我的感觉是传统PC厂商做了这么多年 互联体验依旧是处于初级阶段 还得是手机厂商点子多 多终端适配也只能靠这几家厂商来推动了 作为一台笔记本 除了互联相关的功能 性能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RedmiBook 16上搭载的是一颗i5-13500H处理器 四大核 八小核 实测R23循环 成绩保持在13500-14100分之间 我们对比了一下同定位的联想小新16 RedmiBook 16的成绩更高 循环曲线也明显更加稳定 跑分过程中 RedmiBook 16首轮功耗出自到了90W 随后降低到了65W左右 后续功耗在55-65W附近 单线程性能部分 R23单核1772分略高于7840HS 在i5-13500H里表现正常 然后是核显部分 i5的Iris Xe规格是80EU 实测Time Spy 1537分 FSE 2448分 Superposition教室 1008分 跑分过程中GT Core功耗在18W左右 虽然内存规格很高 但是这代Corey的核显性能确实不够强 只能期待14代的新产品带来一些惊喜吧 游戏方面 我们测试了原神最低画质 在2K分辨率下平均33.7帧 降低到1080p后52.7帧 错误能玩的水平 生产力部分 Adobe Photoshop 1024分 核显本里表现OK 总的来说 RedmiBook 16的CPU性能表现不错 应对轻薄本大部分日常使用场景都可以 但如果有更高的性能需求 尤其是游戏性能 那只能加钱买带独显的全能本了 OK 看完了性能部分 下面进入拆解环节 RedmiBook 16的拆解并不难 拧下底面的全部螺丝 借助吸盘即可轻松取下后盖 内部依旧是常规布局 可以看到有比较明显的共版痕迹 下方是电池 容量72Wh 实测PCBug10的续航为12小时16分钟 中高负载续航胶本时长为5小时58分钟 得益于电池容量 它的续航表现还可以 固态硬盘是PC300 虽然长度是2280 但是实际上颗粒只占了不到一半的位置 实测连续读取速度在3900Mbps 写入3000Mbps 表现平平 200G压力测试不出缓存 猜测是全盘模拟SLC缓存的策略 主板上还有一个额外的2242硬盘位 可用于加装 不过 基于原本的固态硬盘 是基于2242的延长款 那把固态硬盘换成2242的 预留一个2280的硬盘位会更好一些 内存位板载不可更换 容量16GB LPDDR5 6400MHz 实测表现看图 网卡是AX211 实测读写我们做了表格 大家可以参考 最后是散热RedmiBook 16采用了双8mm热管和双风扇的模组 对应每根热管只连接到了单边的棋片 供电部分有散热片覆盖 由于供版的缘故 散热模组在机身内占比实际上是偏小的 下面我们通过压力测试来看一下它的散热表现 室温25摄氏度 看起狂暴模式 采用StressFPU单烤 i5-13500H稳定在47W 温度86度 大核3.6GHz 小核2.9GHz 噪音方面满载状态下 噪音为46.1分贝 不算高耳 但是高负载时能明显感知到 表面温度方面 键盘键帽最高温出现在了中心核心区域 41.5度 WASD 37.6度 有轻微热感 考虑到风扇转速较低 那这个温度总体表现还可以 总的来说 RedmiBook 16的散热中微中距 相比自家的Pro系列 数字系列的功耗确实要低一些 47W对于这个机身的体积来说 并不是一个比较激进的数字 但是对于4加8核的i5来说 日常也基本够用了 目前轻薄本的散热还是很卷的 Redmi同系的14英寸的机型 也能到45W的水平 因此作为尺寸更大的型号 我们当然希望它能够拥有更强的解热能力了 好的 看完了视频的全部内容 相信你对于这台电脑一定的了解 按照惯例这里总结了三条微缺点给各位参考 这台RedmiBook 16测完了 给我的感觉是 它上市时间虽然很晚 但是机器的综合素质并没有让我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